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系列影响全球政治的重要事件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可能在10月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可能会为乌克兰危机带来新的希望 我们将追踪这次会议的潜在影响 尤其是在两国的经济和农业合作方面 此外俄罗斯总统土经与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会晤 强调了俄中两国在金庄峰会上的合作意愿 显示出两国友谊的加深 这次会议不仅是对过去合作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然而并非所有的外交提议都能得到认可 泽连斯基对中巴提出的和平建议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指出这些提议具有 并质疑为何在为征求乌克兰意见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建议 这一评论揭示了乌克兰在当前国际事务中的孤立感 以及对大国影响力的渴望 总之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乌克兰的未来 也将重塑全球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往往象征着重要外交信号和潜在合作机会 最近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弗拉金尼尔 泽连斯基可能在10月会面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消息不仅关乎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可能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据新中网报道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会面 若成行将是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交流 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 急切寻求国际支持 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大国 其立场和态度备受瞩目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习近平曾多次表达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并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与此同时 泽连斯基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影响力 来推动和平进程 两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尤其是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国 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 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还能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力 此外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乌克兰作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节点 其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然而双方的会面并非没有挑战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依然紧张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出满疑虑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但如何平衡与各方的关系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 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 在这个背景下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会面 可能成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重要契机 两国领导人若能在会谈中达成故事 或许能够为乌克兰带来新的希望 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 总的来说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潜在会面 不仅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也可能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新的思路 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积极变化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弗拉金尼尔土金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会晤 也在助推国际政治的复杂进程 据财新网报道 2024年9月12日 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了王毅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国高层交流的延续 更是对未来合作的展望 普京在会谈中热情洋溢地请王毅转达 他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显示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普京在会谈中表示 他对即将于10月举行的 金庄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充满期待 特别希望中方能够积极参与 这一峰会将汇聚来自金庄国家的领导人 讨论全球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议题 普京强调 俄中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正在不断深化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的发展 也为全球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 王毅也表达了中方对金庄峰会的重视 知书这次峰会是各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机会 能够加强金庄国家之间的合作 近年来 俄中两国在经济来 俄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不断深化 例如在能源领域俄罗斯的成果 例如在能源领域 俄罗斯向中国供应了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 双方的贸易俄也在逐年攀升 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此外 王毅还提到 俄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 两国的合作不仅鉴于双边关系 更是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贡献 普京对此表示赞同 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俄中两国应继续携手 共同应对挑战 会谈结束后 网易与普京的握手和微笑 象征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升温 普京的热切期盼和网易的积极回应 预示着未来俄中关系将更加紧密 合作领域将更加广泛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不仅是对过去合作的总结 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金砖峰会的临近 全球的目光也将聚焦于 这一重要的国际会议 期待各国领导人能够在峰会上 达成更多共识 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然而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最近对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和平建议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称其具有破坏性 具有破坏性 探户和使用行 当即是在当前乌克兰危机 持续发酵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在接受巴西媒体 卖出比尔斯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巴两国 在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六点故事时 将乌克兰抬出在外 他质疑道 你怎么能在不询问我们的情况下 就提出这是我们的提议呢 这句话不仅反映了 他对中巴提议的不满 也揭示了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 所面临的孤立与无奈 今年五月 中国与巴西达成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故事 呼吁各方遵守局势将军的三原则 即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然而泽连斯基认为 这一提议缺乏对乌克兰及其领土完整的尊重 他强调 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表明他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泽连斯基的反应并不意外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尤其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国的理解与帮助 然而中巴的提议 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乌克兰的立场和需求 这让泽连斯基感到愤怒和失望 在采访中 泽连斯基透露 他曾主动提出与中国和巴西讨论他们的和平倡议 但显然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这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让他更加坚定了对中巴提议的否定态度 事实上 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和平方案 强调了俄军必须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 恢复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那只是一份政治生命的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那只是一份政治生命的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这一方案不仅体现了乌克兰的坚定立场 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和平的渴望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和巴西的角色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虽然两国试图通过和平倡议来展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但泽连斯基的反应 却让人们看到了乌克兰对这些提议的抵触 正如泽连斯基所说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那只是一份政治声明 此外乌克兰前外交部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在北京香山论坛上表示 习近平有可能在下个月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 这消息无疑为乌克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 查理指出乌克兰在对华外交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使得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晤成为可能 然而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却显得微妙 尽管中国一再声称保持中立 但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却在不断加强 中国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还在国际上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对巴西政府的态度也表示了担忧 他认为巴西政府更亲俄 并强调俄罗斯的爱是暂时的 而俄罗斯对法治的不尊重却是永久的 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泽连斯基对国际关系的深刻理解 也反映了他对未来局势的警惕 总的来说 泽连斯基对中巴和平倡议的批评 揭示了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的复杂处境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 乌克兰需要在国际舞台上 争取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未来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晤 是否能够为乌克兰带来新的转机 仍然值得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领导人之间的会晤 往往意味着重要的外交信号 和潜在的合作机会 最近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可能在10月会面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消息 不仅关乎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可能对全球政治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会面 若成行 将是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交流 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 持续上升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 寻求国际支持 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大国 其立场和态度备受瞩目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习近平曾多次表达 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并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与此同时 泽连斯基也在积极寻求 与中国的合作 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影响力 来推动和平进程 两国在经济 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尤其是在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国 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 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 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还能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此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乌克兰作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节点 其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然而双方的会面并非没有挑战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依然紧张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充满疑虑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但如何平衡与各方的关系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 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 在这个背景下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会面 可能成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重要契机 两国领导人若能在会谈中达成共识 或许能够为乌克兰带来新的希望 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 总的来说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潜在会面 不仅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也可能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新的思路 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积极变化 2024年9月12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丽的圣彼得堡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了重要会晤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国高层交流的延续 更是对未来合作的展望 普京在会谈中热情洋溢地请王毅转达 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显示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普京在会谈中表示 他对即将于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 充满期待 特别希望中方能够积极参与 这一峰会将汇聚来自金砖国家的领导人 讨论全球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议题 普京强调 儿中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正在不断深化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的发展 也为全球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 在会谈中 王毅也表达了中方对金砖峰会的重视 指出这次峰会是各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机会 能够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 王毅提到 近年来 儿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 在能源领域 俄罗斯向中国供应了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 双方的贸易额也在逐年攀升 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此外 王毅还提到 儿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如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问题 两国的合作 不仅限于双边关系 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贡献 普京对此表示赞同 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儿中两国应继续携手 共同应对挑战 正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金砖峰会的临近 全球的目光也将聚焦于这一重要的国际会议 期待各国领导人能够在峰会上达成更多共识 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总之 普京与王毅的会谈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外交交流 更是两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化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金砖峰会的临近 儿中两国的合作将迎来新的机遇 未来的国际舞台上 儿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书写合作的新篇章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elodimir Selansky 最近对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和平建议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称其具有破坏性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在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在接受巴西媒体Metropost的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巴两国 在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时 竟然将乌克兰排除在外 他质疑道 你怎么能在不询问我们的情况下 就提出这是我们的提议呢? 这句话不仅反映了他对中巴提议的不满 也揭示了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 所面临的孤立与无奈 今年5月 中国与巴西的达成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呼吁各方遵守局势降温的三原则 即战场不外议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然而 泽连斯基认为 这一提议缺乏对乌克兰及其领土完整的尊重 他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表明他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泽连斯基的反应并不意外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尤其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国的理解与帮助 然而 中巴的提议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乌克兰的立场和需求 这让泽连斯基感到愤怒和失望 在采访中 泽连斯基透露 他曾主动提出与中国和巴西讨论他们的和平倡议 但显然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这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让他更加坚定了对中巴提议的否定态度 事实上 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和平方案强调了 俄军必须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 恢复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边界 并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 这一方案不仅体现了乌克兰的坚定立场 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和平的渴望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和巴西的角色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虽然两国试图通过和平倡议 来展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但泽连斯基的反应 却让人们看到了乌克兰对这些提议的抵触 正如泽连斯基所说 中巴提议是破坏性的 那只是一份政治声明 此外 乌克兰前外交部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 Olexander Chilei在北京香山论坛上表示 习近平有可能在下个月 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 这一消息无疑为乌克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增添了新的变数 扎利指出 乌克兰在对华外交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使得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晤成为可能 然而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却显得微妙 尽管中国一再声称保持中立 但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却在不断加强 中国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还在国际上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对巴西政府的态度也表示了担忧 他认为巴西政府更轻额 并强调 俄罗斯的爱是暂时的 而俄罗斯对法治的不尊重却是永久的 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泽连斯基对国际关系的深刻理解 也反映了他对未来局势的警惕 总的来说 泽连斯基对中巴和平倡议的批评 揭示了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的复杂处境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 乌克兰需要在国际舞台上 争取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未来 泽连斯基与习近平的会晤 是否能够为乌克兰带来新的转机 仍然值得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可能会面 这个会面可以说是一颗政治原子弹 它不仅可能改变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还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掀起新的波澜 你知道吗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而乌克兰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国 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可谓是天作之和 这次会面或许能为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楚天书 你这是在看童话故事吗 泽连斯基和习近平的会面真有这么神奇 泽连斯基可是直言不讳的批评了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和平建议 说他们是破坏性的 你觉得泽连斯基会对中国的帮助心存感激吗 别忘了 泽连斯基可是对这些提议非常不满 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乌克兰的立场 这次会面能成功吗 我看悬 泽连斯基 你的怀疑就像中世纪欧洲对科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怀疑一样 你知道吗 在历史上大胆的尝试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可能正是这样的突破口 中国一再强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而这次会面正是一个有意的小船重新启航的机会 两国在经济贸易上合作的潜力巨大 尤其是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这难道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吗 楚天说 你说的好像泽连斯基只要和习近平见面 乌克兰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你是不是也相信从天而降的救星 泽连斯基可是希望通过国际支持来对抗俄罗斯 而不是寄希望于中国的中立 别忘了中国和俄罗斯可是战略伙伴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真是中立吗 你知道中国并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这样的朋友能靠得住吗 齐齐你的怀疑论让我想起了沙士比亚的一句话 怀疑一切的人必将一无所获 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次会面正是展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态度的绝佳机会 说到与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当然要平衡各方利益 这正是外交智慧的体现 通过这次会面 中国或许能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为乌克兰带来新的希望 楚天书你的乐观精神真让我佩服 但别忘了 泽连斯基可是对中国和巴西的和平建议嗤之以鼻 称其为破坏性的 你觉得他会对中国抱有多大期望 乌克兰的危机不是一句和平共处就能解决的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让人无法忽视 泽连斯基可是要俄罗斯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 这个要求中国能支持吗 我看这次会面可能只是一场政治秀 实际效果恐怕有限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把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事业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经 Worlding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